就是你兑现亚瑟的时候呢 他你清墙后白兵 他如果打你的话 你只能按一次二技能 所以呢 应该怎么打 瞧好了 我这把我教你们一下 细节拉满 打斩杀亚瑟出装 有细节啊 一定要出个步甲 再预购一个步甲 两个步甲 你一级才能打过他 然后一定一定要抢二级 听我的一定要抢二级 等兵线会级再去抢啊 兵线没会级就不要去 好他不打 他不打的话呢 就出大野刀了 根据他的打法 来改变自己的打法 你看啊 他现在没技能 咱们是不是能消耗他一波呢 对不对 压师这种典型 靠技能输出的英雄 对吧 他有技能了 我们就跑不就行了 对不对 很简单吧 他没技能了 继续直接追着他 对不对 他也知道跑 就和狂铁啊 那些英雄其实是一样的 这种靠技能型的英雄 是有技可循的 懂我意思吧 他这波应该是吃血包了吧 没吃 没事可能在这个潮里卡我 他想一套瞄我 好他没技能了 懂我意思吧 没技能了 就是一顿毒打 管你那么多 毒打完之后就走 因为他技能CD又好了 然后多出几个护甲 亚瑟是物理伤害 他比较怕 怕护甲 知道吧 把护甲堆上去之后呢 注意看咱们的经验条 马上到四级了 但是对面镜 镜漏了 好 A 把他骗过来 好小子 你没技能了 你等死吧 看我这波细节去什么 故意拿这个兵 把他骗出来 他想一套瞄我 我直接秒升四级 他不敢过来了 不敢过来就算了 不敢过来 我们去拿野怪了 对吧 你要跟我拼发去 那你是绝对拼不过我 但是这波张良已经蹲好了 我们故意把这个小兵 打到一滴血 他还是不敢过来 估计是他队友给他 视野了吧 提前开大招 按他 不是 你这张良 张良有问题呀 你这张良 不会玩呀 这个人 白讲解了这么久 我靠我太相信他了 张良有问题呀 这打的是个屁呀 不要再帮我抓了 谢谢 张良的基础连招他都不会呀 完了 这一下 送了两个人头 开始撤退 这样的话 有点逆风了呀 还好 亚瑟是输出啊 出的是黑切 这样的话还是好杀的 先打一套 老规矩 先打一套 见面就干 不服就干 我学会了 我下一次不会相信队友 不是 我真没想到基础连招不会呀 正常 正常 我说实话 这风转也不低 你正常你一摁他 一个到一个一技能 两人绝对秒他了 这不是相不相信队友 他都埋伏好了 他自己技能不会按 那谁想得到啊 对不对 那你能想到他不会按技能吗 想不到吧 那确实没办法呀 这种就属于 超脱意识的范围了 你已经意识不到这种东西了 你飘了是吧 亚瑟 不过我还是能打得过亚瑟 亚瑟还是好打的 送个人头 那又如何呢 他队友要到了 这波准备跑 提前开大招 提前开大招准备跑 再翻野怪 只要把野怪 只要把野怪全部收入囊中 他亚瑟没法跟陈小金打的 对面进死了 那这一步可以反蓝呀 各几个 这为什么不反蓝呢 对不对 A下蓝buff的同时 往左边走 同时刮到这么多只野怪 亚瑟要来帮我打吗 亚瑟要来帮我打吗 二技能再刮 再A 再A 提前开大招 省着被秒 再A 再承接 再A 我想走就别走了呗 哼 找死 不要怕 亚瑟即使他有经济压制 他这种黑千亚瑟 他打不过陈小金的 也落后 他五百六百经济 他一样 他打不过你的 知道吧 就那种红脸斗篷 那种肉亚瑟难打 这种黑千兵卖 特别特别好打 即使队友带我一波节奏 也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一波的话 我们不要去推塔 让防御塔 把他的大炮车给他吃了 给他吃了 他一个大炮车 再给他推掉 无情的 不行 他队友到了 如果只有亚瑟一个人的话 我会教兄弟们直接强推 但是 咋不 咋这么拘远的哥们 不是 咋咋咋就这么拘远的 走两步路能咋的呀 我真服了 非要送给人家 裸制裁斩杀亚瑟咋咋打 我告诉你啊 他但凡他裸制裁 他就废了 就像陈小金出步响一样了 你出那种没用的装备 还咋打 你就 你就跟他站路 一点操作都不用 你看他打不打得过你 老温这种问题 裸制裁 亚瑟咋打 裸制裁 吕布扎打 他出来 他就废了 实话实说 他出来 他立马就废了 你斩我 你斩得了吗 死 他斩我 一切都在计算之中好吧 队友被队友被打成这个鸟样子了 对面的杨玉环 竞技这么高的 好久没见雪C的杨玉环了呀 为啥不能出不响 不是不能出 是不适合 不弃合 能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你出了 他不强 你出了肯定没害出 就说亚瑟 你裸制裁肯定没害出 但是没用啊 不强啊 哥几个 能理解 能理解不 就不强 出了没用 你不适合出那件装备 那制裁 孟岩 有那种工具人人家适合出 对吧 不想不想争招 有辅助 他出出呗 你让我陈咬金 我出他干嘛呀 提前开大招 回头 二技能刮 哇靠 差一点双杀 没回上去 这杨玉环伤害有点高啊 各位 杨玉环伤害这么高的 哇靠第一次见一号为经济的杨玉环啊 我已经好几个赛季没有见过了 伤害这么高的吗 呵呵你被吊打还嘴意我被吊打 我也不知道你看游戏你看的是个屁啊 我给你点了点了东西 我被吊打 我被吊打 我防御他吊这个鞋 他防御他没了 我被吊打 呵呵呵 有意思 首先呢 他陈咬金 他是不能卖鞋子的啊 你个带线英雄你一旦没了鞋子 你带线带不了 扛三扛不了 空到你就死 对不对 你不能去卖鞋子的啊 怎么会卖鞋子呢 这个问 这个思想是比较错误的 我到后期我从来没有卖过鞋子 顶多是描换装备 你为什么打不过亚瑟王 兄弟啊 那天我们收录 你再看没再看 到底是谁输了呀 到底是我输了呀 还是亚瑟王输了呀 对对叫你 你就是下一个郭福成小金好吧 跑不了了 臭小子 哇 真是我啊 这个奶妈 幸好 幸好有 这个谁啊 叫什么 哪吒 大车跑了 压瑟绕路跑了 呵呵 千马塔拆了 张良有大招 摁哪 完了 又被又没人出来大招 不死压瑟 让队友出制裁梦眼 有哪吒呀 其实不出就行的 哇靠 全出了 除了哪吒 全出制裁梦眼了 没必要啊 其实 出这么多的鱼姬不打输输 你光强着制裁梦眼了 家伙又叠不了 制裁梦眼又没法叠加 这下没伤害呀 出太多了 没啥用的 对 射手没必要出的 孙兵也没必要出 张良一个人出就行了 本来就有哪吒 这下没伤害了 找死是吗 找死是吗 怎么打不出我的反甲呀 这么弱的 亚瑟 我政府了 他伤害但凡高一点 他就死了 是我护甲太高了吗 亚瑟伤害这么低的 高一点 触发一次我的反甲 他直接就炸了 硬是一次没触发出来 我政府了 还得打鲁班呀 打压师触发不了的话 如果说你看啊 不靠反甲打伤害 后期咱的伤害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没法控血 平时青耀金得控血打伤害 像这把 哎呀 确输出呀 哥几个 雅琳都要轮断了 都轮不死他们啊 真难呀 太肉了 不过还好啊 拿下小压师 都会打压师了吧 都会打压师了吧 各位 看完这把游戏 可不能不会打压师了 都要是 这把游戏管里面的 赶紧 可不能打压师了 许多了